我們來看到這個籌備十二年 台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 今天正式開幕 最特別的是有六萬件館藏當中 有一萬件是民眾捐贈的 充滿了庶民的生活氣息 而且透過八個時期 重現臺灣的歷史 開館第一天就湧進大批人潮 舞者在水面上奮力掙扎 呈現鮮明渡海來臺的辛苦 臺灣歷史博物館開館 特別創作這齣表演 把館內的特色先用藝術展演 呈現在民眾面前 舞蹈從渡海演繹到拓肯務農 而臺灣史博物館最大特色 也是從早期居民 經唐山過臺灣 到臺灣近代民主社會 總共八個時期的歷史重現 一千多坪的展區 營造出各時期的歷史空間 其中在穿插展出歷史文物 讓民眾就像走入 臺灣的時光隧道 臺灣歷史博物館 它最大的使命 就是從庶民的文化 跟庶民的角度 所以裡面的收藏品 大家來這裡可以看到 過去日常生活裡面的共同記憶 走一趟臺灣史博物館 就像到過臺灣各時代 具代表性的角落 開館第一天 立刻吸引民眾大牌長龍 搶著要入館 看到那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那個首度開館 我們很想好好來認識一下 希望有好一點的 就是說一些有小朋友的互動啊 或什麼展覽這樣子 臺灣史博物館開幕了 但蒐集臺灣歷史文物的任務 還沒結束 目前六萬件廣藏 有一萬件是民眾捐贈 廣方希望持續從長民生活中 蒐集更多文物 因為臺灣每天都有新的歷史 需要記錄 記者王介村許正俊台南報導